李一峰9月11日嫖娼遭打 自从被爆出嫖娼之后 热度只增不减 事情都已经过去十多天了 李一峰的各种消息还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李一峰比出事以前更像是顶牛了 李一峰被释放回公司的视频刷屏不久 就又出现了李一峰回老家的视频 近日李一峰坐飞机返回四川 在飞机场各种被围观偷拍 现场可以说人山人海 李一峰不愧为顶牛 多亏了这些人的努力 大家才可以看到李一峰返回四川的情况 李一峰近日从居留所出来 他在四川老家的机场 身边没有任何保镖 身旁民众猛拍 李一峰看着窗外低头不语 李一峰已出售价值于4000万人民币的北京豪宅 打算回乡发展 最为抢劲的还是李一峰的头发 作为偶像李一峰的头发 一直保持一定的长度 这样好做造型 没想到进去一次之后 李一峰就被剃成了寸头 不过李一峰也没有遮遮掩掩 大方的露出自己的寸头 甚至连墨镜和帽子也没有戴 这一行李一峰也走得非常艰难 被人为官就算了 人人都拿出手机 对着李一峰就是一通拍 李一峰随时随地都在经历大型射死现场 估计都想找个得逢钻下去了 下完飞机的他 基本上都是被粉丝裹挟着向前走 李一峰甚至不敢抬头看粉丝的眼睛 李一峰身边如今一个保镖都没有了 就连唯一剩下的经纪人也不在身旁了 对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呢